欢迎仪式后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 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 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很高兴在中巴建交50周年 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访问巴西 刚才卢拉总统为我举行最高礼遇的隆重欢迎仪式 充分体现了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令我深受感动 中国和巴西是东西半球两大发展中国家 回首过去50年 中巴关系跨越山海 探索出发展中大国相互尊重 互利友好 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 巴西是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 首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 近年来 在我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 两国日益成为命运与共的可靠朋友 共促和平的积极力量 中巴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 也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壮大了全球南方的力量和声音 为世界和平稳定 做出突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 今天 我们将中巴关系定位提升为 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 中巴命运共同体 同时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 这是中巴关系发展的又一个历史性时刻 彰显了两国关系的全球性 战略性 长远性 符合两国人民普遍期待 将为双方推进各自现代化 提供动力支撑 同时也彰显了中巴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 以人类前途为怀 以人民福祉为面 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巴关系内涵 做相互成就的黄金搭档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目标 不断迈进 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就未来两国关系发展 提出四方面建议 一是命运与共不断巩固战略互信 在涉及主权 安全 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 坚定相互支持 做彼此信赖的战略伙伴 和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的典范 加强文化 教育 青年等领域人文交流 夯实中巴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 二是发展与共 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 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的历史机遇 深化经贸 基础设施 金融 科技 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 加强航天 农业科技 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中方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支持八方灵机恶计划 愿同巴方继续加强减贫合作 让两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 三是担当与共 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展现中巴力量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坚持说公道话 办公道事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方高度重视巴西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支持巴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巴方在联合国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 加强沟通协调 支持巴西明年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工作 助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就坚持多边主义 完善全球治理 发出更加响亮的金砖声音 四是休期与共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中巴贡献 中巴作为发展中大国 要带头共商共义 推动同球共济 合力应对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挑战 加强在绿色转型 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合作 中方愿支持巴西办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三十次抵约方大会 习近平指出 十年前 我在巴西利亚 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 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 推动中拉关系 进入了平等 互利 创新 开放 惠民的新时代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 继续办好中拉论坛 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发展优势和需求更好对接 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 取得更多成果 卢拉表示 巴中是相互尊重 相互依赖的好朋友 中国是巴西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人民是巴西人民 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今年是巴中建交50周年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 再次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刚才欢迎仪式上 我特地安排巴西艺术家 演唱著名中文歌曲 《我的祖国》 以此感谢中方 对我去年访华的盛情接待 并表达巴西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 过去50年 巴中各领域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 巴方期待 以习近平主席访问为新起点 推动两国关系 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新成果 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 和更可持续星球的 巴中命运共同体 巴西正在大力推进 加速增长计划 新工业计划 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发展战略 这些同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高度契合 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将极大助力巴西再工业化进程 促进南美一体化建设 树立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互利共赢的典范 双方工作组要加紧探讨 并推进基础设施 金融 产业链 科技 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巴西投资合作 巴方期待提升同中国互联互通和物流水平 促进巴中和拉中共同发展繁荣 巴方反对新冷战 主张推进世界多极化 和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全球伙伴关系 愿同中方继续深化 在联合国 金砖国家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 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巴方也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多边协作 为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 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 已成为巴中关系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开启巴中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 关于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 关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加速增长计划 巴西新工业计划 生态转型计划 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对接的合作规划 访问期间 双方还签署了经贸、投资、农业、数字经济 可持续发展、科技、人工智能、全球发展合作等领域 30多项双边合作文件